小雪 姑姑 你会织毛衣啊 小的时候跟家里阿姨学过一点 但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再看视频再学一学 小雪真是不错啊 又是学做菜 又是学织毛衣的 你现在啊 越来越像个好媳妇 我得让可可好好跟你学学 你今天准备织什么呀 我想给公公支一个帽子 我还想给天忆支一个围巾 你真棒 我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姑姑 你别夸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不会的还多着呢 还应该多多学习 不会就学 难得的是你有这份心呢 什么时候等你公公拿到你支的新帽子 肯定高兴坏了 那你不要着梁哥穿一点啊 我明天早上回去 我们家里见 好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给你准备 不用了 早点休息吧 晚安 好 晚安 你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 有一个多月了 就是总有恶心 白雪 你真的怀孕了 天忆知道我一定很高兴 爸爸要抱孙子了一定更开心 我要打电话告诉他们 等等 这个我们还是确认一下 万一要是错了 告诉他们就尴尬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啊 去医院 去医院 天忆 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还会做这个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天忆 我怀孕了 天忆 我怀孕了 你 你 你怀孕了 你 你真的怀孕了 是真的 你开心吗 我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啊 你怀孕了 那我们赶快去医院 告诉爸爸吧 他一定很开心 对对对对 我们要赶快告诉爸爸 我们 我 我 你 你怎么知道爸在医院 所以你都迟到了 我 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但是我刚学 可能治得还不太好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看你太辛苦了 我不希望你担心我 我 谢谢 我谢谢 谢谢你 我谢谢你当我的妻子 我谢谢你有了我们的小孩 谢谢你体谅我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一切 谢谢 所以小雪早就知道了 是这样啊 之前呢小雪到办公室来找我 无意间听到的 这孩子还特地主顾我 说别告诉天忆 怕天忆担心她 您这女儿教得真好 真懂事 天忆能有这样的老婆 也是天忆的夫妻 天忆也是个好女婿啊 孩子们幸福 我们就放心了 说是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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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小雪请你到我这儿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也不知道 爸 坐坐坐 爸 您都好吗 不不很好 没事没事 别担心 你问天忆 你问天忆 你问院长 都说了这成功率很高 不用担心 你们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 好吗 小雪 你来说吧 爸 我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闺女 真的怀孕了 那我 我 我们家要有孙子了 我们家要有孙子了 真的 我也有孙子了 太 太好了 亲子 亲子 这个小孩要出来了 他要姓 姓房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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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子 是不是应该姓白啊 第二个还姓房 真行 讲好了 讲好了 不是不是 我都归 我们都讲好了 当然姓白 不不不不 其实我没那么多事 就是我们家那口子 那俩都给我算了 小雪 天忆 我觉得 我有孙子了 我好高兴啊 是啊 我这哪儿都不疼了 我觉得我好像 什么病都没有了 要不你 干脆帮我办出院吧 回家了 爸 你别太激动啊 妈妈 妈妈 亲家 你就安心地养病 好好治疗 您还等着抱孙子呢 还等着孙子叫您爷爷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养好身体 养好身体 我可以 小雪 对了 他到底是小孙子 还是小孙女 不重要 都好 都好 对 对 小雪 我还真是要代表我们房家 谢谢你啊 爸 你说什么谢谢啊